A.I.教父黃仁勳繼續連載美食地圖 離台前又去吃了蒼蠅頭 這回來台一呆將近兩周 一言一行都掀起不少波瀾 台灣是一名最重要的國家 它是在電腦業中心 電腦業界因為台灣 黃仁勳一國稱呼台灣 引起中國輿論熱議 例如觀察者網形容這極其錯誤 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也發文 說這對中國大陸是嚴重冒犯 而黃仁勳也對此作出回應 我不是在做一個自由政治評論 我只是在感謝所有技術夥伴 黃仁勳在各大夜市啪啪噪 也在台灣社群引發討論 臉書粉專紫瑜的杜酸齋發文說 黃仁勳知道整天逛夜市 就能討好台灣人做好來台灣的公關 分明是瞧不起台灣人的文化資本 和人文素養 質疑黃仁勳這麼多天空檔行程 為什麼不去北美館 故宮等 因為台灣人也不覺得這些東西有價值 貼文一出掀起正反論戰 不會瞧不起台灣的素質啊 因為不能否認夜市是台灣的文化之一啊 可能美術館那些比較人文方面的場所 都是可能上午或是下午營業的 但是因為他上午跟下午 已經去蠻多電腦展之類的場合了 所以他晚上的時候只能選擇去夜市 後來粉專把原文刪除再發一篇文 誠心他真正想討論的 是國際名人來台 只有去了夜市才感覺台灣文化受到重視 不理解為何夜市能全然代表台灣文化 夜市文化至於台灣呢 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根深蒂固 我們獲得了不少說的必比登 或者是米其林的推薦 什麼才能代表台灣文化 人人各有看法 黃仁勳這回瓜系的旋風 帶起一波又一波的話題 華視新聞黃澳天張榮甫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